那么接下来会当然成续 这个接下来18号 然后是20号 然后到1月6号 如果在这个中间 没有在其他州 司法和七大选票选举 有巨大的 一个反选的话 结果就是 到了1月6号 可能是谁当中央 由Nancy Pelosi 当中央 记者文会说过吗 参议院负面 Nancy Pelosi 当中临时工作 然后这个事情 会继续往下选举 经过以后再征过来 结果七大选举被决定 然后再把这个最后参议院负面 共同宣言总统付统 然后最后是苍米 也不排除 你1月6号 或者是这个15号 宣布拜登总统 但这个事一直到1月6号最后 因为有争执 不确定 对方不认 各州有诉讼 到达1月6号 由Nancy Pelosi 到达1月6号 这才是网络 结果总统 还是创统 这个时间会到哪 知道哪 很有可能 12%到达2021年2月6号 这2020年的年底 你知道个结果吗 2021年的1月份 Nancy Pelosi 到2020年2月份 川普总统才过入委屈三个月 再重新选举名票之后 参与党严海共同选举结果 任命总统的司法 这是副总统的关键 可能就到2月份 这个结果 文贵布兰之后 我今天就来试试一下